就算是车位人忙也要花钱 明日大嶼就正合去意 我是关策赵 我主要研究宏观经济 公共财政统计分析 利用数据分析整体大环境的变化 原本我们有超过万一亿的财政储备 又没有了整个市民的身价 最大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服务 一个超过六千亿的明日大嶼 我们是负担不了 除非我们有些神迹出现 就令到我们收入大增益 其实香港面对一个很严峻的内优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 公共人口是越来越少的 收入减少 支出增加 因为大嶼财务负担就很重要 我们能否承担到这件事呢 我用了一个四个支出情景 五个所说的收入情景就算出来 如果我们用最乐观的预测 其实我们整体的财政储备 是2031-32年的财政年度 是完全是蒸发财 预计我们的财政储备 其实都是顶了十多个月 抗疫措施洗了这么多钱 卖地收入是简直是一停止了 这情况下等于你是富二代 明知十多年之后都没有钱 决定继续洗钱 之后发生什么事 借钱 发债 现在香港的路是几黑暗的 明天大雨 成了6千亿 其实香港的财政可持续性 差不多是玩完的 如果你想仍然保持一定的财政稳健性 其实香港是有地的 新界中地就是 为什么不考虑中地 既环保又便宜 如果你看明天大雨来说 一定是破坏海洋生态 第二件事就是成本高 根本是不合逻辑的 如果你明知出现一条死路 大家要考虑到 你会不会拨命的大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